安保贤突然承认默默地爱着宋慧桥。 自2014年进入演艺圈以来,到2016年,安保贤凭借在电视剧《太阳的后裔》中的配角而走红。 在剧中,他饰演中是林光男、Alpha小队的成员,有一个绰号叫做皮克洛。 尽管出场时间不多,但凭借帅气的外表、匀称的身材和迷人的魅力,这位男演员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更值得一提的是,正是这部电视剧《让安保贤钟情于前辈宋慧桥》。 在一档广播节目中,安保贤曾经承认他在与宋慧桥合作《太阳的后裔》时非常喜欢他。 他心动的时刻是宋慧桥以诉言和凌乱的发型参加了一个小组派对。 那个有点邋遢的样子无意中让安保贤默默地怀念起前辈。 对于韩剧迷来说,肯定会知道安保贤,这位男演员曾出演过热门影片《离太院》《Class My Name》和《太阳的后裔》。 然而,不多人知道这位1988年出生的男演员曾经追求过拳击事业。 甚至,宝贤曾获得过一些重要的奖牌。 宋慧桥是一位知名的韩国女演员,以其出色的演技和美丽的外貌而闻名。 她在韩国娱乐界拥有众多粉丝。 安保贤是一位韩国演员,她也是宋慧桥的粉丝之一。 据报道,安保贤曾对宋慧桥产生了爱慕之情。 她被宋慧桥的才华和魅力所吸引,对她展开了追求。 宋慧桥和安保贤都是韩国娱乐圈的知名人物, 他们的交往引起了很多粉丝的关注。 尽管他们没有维持长久的关系, 但他们之间的短暂经历仍然成为了娱乐界的热门话题之一。 无论如何,宋慧桥和安保贤都在各自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 他们的粉丝们一直支持着他们,并期待着他们未来的发展。 无论是否有过爱慕之情,他们都是韩国娱乐界的杰出代表, 为观众们带来了许多精彩的作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